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让我们中国车扬眉吐气 这款车就是比亚迪K9纯电动公交车 这款车究竟有什么魅力呢 大家跟着小编去看看吧 首先 比亚迪K9公交车的新能源全部是用自己的电池 行驶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的污染 是绿色环保电池 电池技术方面在全国领先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K9公交车的车顶放置了一块太阳能电池板 只要有太阳便可以辅助续航动力 单次充电的行驶里程也有250公里呢 这样一款性价极高的公交车 自然售价也很高 达到了400万 即使价格如此昂贵 也有60多个国家争先订购这款车 而汽车大国日本前段时间也引进了我们这款比亚迪K9电动公交车 他们首先尝试对我们的车进行改装 不过还是以失败告终 改造出来的车行驶里程才是我们的六分之一呢 这样大的差距使得日本不惜花费三亿 从我们国家购买了80辆车 在我们比亚迪到达日本的那天 当地的日本人还对我们的车进行了祈福仪式 得到这个消息 我们中国人都是拍手叫好啊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